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12月2日 星期三 要跟大家講一個我們很久都沒有提供的話題 加密貨幣 這個中國來說是一個 很 很巨大的商機來的 因為大陸大家也知道 共產黨 一直以來 封鎖他的資金的出入 很多人 尤其是大陸的貪官 或是大陸做生意的人 就替過 加密貨幣 將他的錢匯去外國 也用這個方法 做了很多洗黑錢的事情 或者 貪官也把錢調走 我們以前也知道有一群人 透過加密貨幣走資 也有賭博的集團 做了一個網上賭場 用加密貨幣的形式 收受賭注 也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在澳門的損失 這次 報導說中國一個加密 平台貨幣 加密貨幣的平台叫Pastokun Pastokun 去年就爆出一個層壓式推銷的編局 外媒報導 江蘇省嚴城市中級人民法院 公佈二審判決書 只經過調查後發現 Pastokun 騙局的涉及價值是400億人民幣的加密貨幣 沒收比特幣的數量是達到19.47萬枚 比特幣現在接近兩匹東西 一美金一枚 所以已經很厲害了 好了 簡單介紹一下 Pastokun Pastokun 在2018年成立 利用區塊鏈技術 稱可為 數碼貨幣提供增值服務 繳交 500美元或以上的加密貨幣就可以參加 吸引很多中國加密貨幣的參與者參加 一年 其實已經收了8種加密貨幣 相當於148億人民幣的 數額 但是 Pastokun收了這些加密貨幣之後 其實 沒有 進行任何經營活動 甚至乎 沒有 做過一些對外宣稱的套利交易 本質上是屬於傳銷行為 層數 有 接近3000層以上 涉及的加密幣 超過400億人民幣 好了 這次 加密貨幣400億人民幣之中 只是比特幣超過32萬枚 以太幣超過925萬枚 是中國幣圈的第一大案 判決書顯示 中國官方是沒收比特幣 19.47萬枚 這裡已經值300多億 另外以太幣有83萬枚 以太幣今天的價錢是 530多元 530多元還是560多元 因為上上下下有波幅 加上其他的這些加密貨幣 估計有1億5千萬人民幣的加密貨幣已經遺失了 說真的 這麼大條數 中間被官偷了一兩百億 怎麼知道 我們 要說一下 這間公司是甚麼公司 這次 公安網發出的公告 立案徵辦 Past Token平台的網絡傳銷案 先後 將潛逃境外的全部27名主要的嫌疑犯人 82個骨幹成員抓捕歸案 徹底摧毀了 龐大的跨國網絡傳銷組織 公告提到 Past Token 這個平台 是網絡傳銷案 中國公安部 偵破首過以加密貨幣為交易媒介的網絡傳銷案 涉及二百餘萬參與的人縣 層級關係多達3000餘層 涉及加密貨幣總值超過400億人民幣 公開資訊顯示 2018年5月 犯罪人陳某 設立Past Token平台 開發 相關的錢包 開始從事網絡傳銷犯罪 要求受害人將首先 人民幣換成比特幣 以太幣 EOS等加密貨幣之後 再引誘受害人前往智能搬尊套利 平台 只要花500美元左右就可以開戶了 開啟智能9 可以享受每個月10-30%的超高回報 多頭多得 同時 研粉也按照傳銷盤的基本配置 設計了10級傳銷 推廣用戶有10層搬尊奖利 直推一層的100% 二層到10層各10% 對於 Token的具體崩盤日期 網絡的傳言很多 但是業內基本上認為是19年6月 這個騙局就崩盤了 屈指一算 Token 崩盤也 超過了一年 期間 Token的裝款 發生了移動消息 周不時就會傳出這些消息 可能裏面有人被偷了東西 或者公安也有份偷 是不是 區塊客 去年8月曾經報導 區塊鏈的 資安業者 持續監控的 Token錢包中 有5,775枚 比特幣 被分散轉移到若干地址 每個地址流傳50-150枚比特幣 一枚是萬多美金 100枚是百多萬美金 到了10月21日 加密貨幣分析公司 Longhash發出消息 就說 Past Token 的錢包沉寂了三個月後 再有新動值 2萬枚以太幣 被全數轉出 共發起 7,700多筆交易 涉及4,000多個地址 如今這個騙局已經是所有人員落幕 坊間有關Past Token的重啟 或者以 Past Token 3.0等為名的資金盤 仍然在外面招搖撞騙 搬 似乎成為一種經典行騙模式 依然吸引到很多投資者參與 區塊客提醒 這些人 太高承諾有很高的收益 或者這些暴富機會就要保持警惕 因為很容易受騙 然後 有人就為Past Token 帶起底 這是一個 專門說區塊鏈的區塊客 他說 幣圈最大的資金盤崩塌 還有多少錢 在這個冒充的區塊鏈呢 他說 這個 Past Token 就要倒閉了 幣圈最大的資金盤項目 在盤後 他應該說是吸了錢 盤了200億 即是吸了200億之後 出現了用戶 提不到幣 此創人 被逮捕的消息 這是去年的事 他說 他說 不擔心 該來的總會來 這個項目不是我們做的 不是我們的掌控範圍 當時其中一個玩家就語音回覆 這個筆子的時候很鎮定 但是 不願意透露 他自己的比特幣 以及以太坊有沒有成功提現 這位 客戶就很早就接觸了 Past Token 他最高的時候每天的分紅 去到5萬元 為什麼這個會那麼鎮定呢 原因 其實好像一般傳銷一樣 早加入的人 他們通常都可以分到一些利益 越遲 分的利益越少 到最後那一層就沒有利益 只是給別人割韭菜 這次 基本上大家知道 每層分開10層 每層 拿10% 基本上就分了 你要有這個可以繼續營運 一定要有新資金的加入 你一定要有新資金才能分辨的嘛 新資金才能分辨的 你再分辨的時候 就由第二層開始數十層 第二層開始他就拿了一份 接著第二個又拿了一份 第二層拿完的時候 他就要再組織一下 變成第三個又要再穩了 第三個又要數到第10層 一路一路下去 原來 到了3000多層 大家想想 那個水有多深 這些騙局其實大陸是到處都有的 以一個高回報去吸引別人做投資 實際上 裡面究竟有沒有這些幣呢 可能也有的 因為本身有些人 在外面買了的以太幣 或者買了 比特幣 就進去他那裏 當是交易 打算有錢賺 因為他搬尊 意思就是你拿一些比特幣出來 他的目的就是 吸收了比特幣之後 就用來 表面上好像派息給你 實際上 就是吸收了一堆錢 其實 就等於一個 集資的局 是一個很巨型的集資局 當他集到200億的時候 就開始爆破了 當然 其實他牽涉到不止200億 不過 他裏面的錢很大 當時 大家也知道 比特幣在1819年經歷了一個低潮 試過最低跌落到三四千元 現在上升至近兩萬 甚至乎試過跌一跌新高 所以 這次如果你說以往的比特幣 其實受害人數可能更加多 說起這個比特幣 我們 先說到這裏 接下來如果有 其他 多點消息 我們會跟大家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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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